八十八佛大灿尾文 八十八佛大灿尾文是在宋代由印度的范生不动法师所编撰 全文分成三个部分 前面五十三佛是出在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三十五佛功德名靠是出自于佛说决定匹尼经 最后的祭颂是普贤行愿品 透过普贤十大愿发愿回向 经中有集到一切众生 若有身具鼓逆十二众罪之者 万劫千生不通忏悔 应需顶礼 自心忏悔一切罪障皆得除灭 若能闻此佛功德名号 百千万亿阿生集结不堕恶道 若能称颂世事见佛 大忏悔文是最为殊胜便利 也是最常用 所以古德将它列为寺院的早晚课送 也是提醒忏悔是修行中很重要的一个法文 我们凡夫一日所作 功少过多 甚至举心动念之间 无非是罪 无非是业 这些罪业就像乌云葬日一般 葬毙了我们的真无佛性 使我们在生死海中流转 忏悔有什么力量呢 忏悔如同伐水 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业 忏悔如返伐 可以载运我们到解脱的彼岸 忏悔如药草 可以医治我们的烦恼百病 忏悔如明灯 可以照破我们的无明黑暗 忏悔如城墙 可以奢顾我们的身心六根 忏悔如桥梁 可以引导我们通往成佛之道 忏悔如阴落 可以庄严我们的菩提道果 所以犯了错 要知道忏悔 正所谓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可见忏悔有无比殊胜的功德 在佛教的万千法门中 无论我们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必须要以清静无垢的心铁来纳授 因此 忏悔是必要的修行 经典上说 不怕面头起 只怕绝造词 佛教不怕人犯错 只怕有错不改 如果犯了错 能生起 惭愧 忏悔之心 就能重新纳授佛法 就有得救的动力 因此 忏悔发愿是一个实践佛法 重要的一个课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